乌克兰第三大城奥德萨 民众自发性的堆沙包 还有 年仅七岁的小女孩跟着爸爸来帮忙做汽油弹 男女老少排队登记从军 还留下的乌克兰人全民作战士气高涨 总统泽伦斯基没有潜逃国外 而是守在基辅继续透过媒体向外求援 躲在防空洞内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接受CNN和路透社专访 现在是普清头号猎杀目标的他 看起来一脸疲惫 连上次是什么时候见到家人孩子都搞混时间了 开战这将近一周以来 泽伦斯基压力爆表 从开战前还能西装笔挺 到现在好几天没换衣服 没刮胡子 可说是最狼狈的国家元首 但是他的声量逆势反转 满意度冲破九成 在防空洞内向欧洲议会发表视讯演说 获得欧盟正面回应 慷慨激昂的演讲还逼哭了口译人员 专专专业口译员都忍不住哽咽 事后露面坦言情绪大受影响 而泽伦斯基在和欧美领袖协商球员的空档 还得掌握地面上的最新战情 就在外媒采访时 基辅电视塔和对面的 巴比亚大屠杀二战纪念碑惨遭剖袭 俄军攻势更猛烈 CN记者也犀利反问 为何之前乌克兰刻意淡化美国情资 为自己的决策辩护 但是回顾泽伦斯基的从政路 从喜剧演员到当上总统 再到现在成为战时作战统帅 极为戏剧化的崛起 更直接威胁普京 以普京最爱的运动柔道来比喻 泽伦斯基就是个年轻挑战者 要PK万年冠军 但是看来普京现在处于劣势 CN报道 美国政府正逼迫FBI搜集普京 近日心理状态的情资 推测普京在进退两难之中 行为可能更加极端 美国前国安官员都还跳出来分析 说普京这次行动很不寻常 有人质疑普京这一次不如过往老谋生算 激促出手反而引起国内反动声浪 经济遭受西方重拳制裁 尽管普京紧急开会强调不受影响 但是他艺人高高在上 和一干官员距离好几公尺远 显示出从头到尾都是艺人决策 这让学者担心普京可能更不择手段 这次在乌克兰顽强抵抗和国际谴责下 欧美国家最怕的就是 普京可能不计代价 动用更极端的核武等手段 引爆更大战争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